新闻兄弟们 欢迎收看关键时报 今天台湾发生了扎井夺枪案 当然全国非常的震惊 当然我们的陈锋也表达了极大的一个关系 可是对家属来讲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答 对家属来讲还是有很多的疑惑 需要有关单位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远景曹瑞杰的哥哥他怎么讲 他说他有四点 第一个怎么会没有配枪 他说他弟弟如果有配枪 今天不会这样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我今天去跨去办案 跨去办案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资源 第三个是整个救护车救援的时间 他在救援时间的时候 我弟弟还可以讲话 怎么到最后变成血流不止而死 而第四点就是针对外衣间 他针对外衣间讲说 你根本就在玩文字游戏 你现在讲说你不是逃逸 是休假未归 你把大家都当笨蛋吗 他们讲今天当然政府 阿萨利说 我给你非常高额的一个补助 但家属讲到我们不富有 我们也不缺钱 再多的钱也救不为他的一个弟弟 好 那我们看到法务部长 蔡行想答案讲了 他说当然我们现在要亡羊补牢 怎么要亡羊补牢呢 我们针对外衣间的脱逃跟预期不归 矫正署要检讨改进 除了加强教化福道 还有严格 重点在咯 严格筛险到外衣间服刑的受刑人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灵性嫌犯 你犯了这么多的重罪 你怎么可以到外衣间 后来我们再查询 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徐教育报查证 考了办件事 这几年来 对于外衣间的管控 是越来越松 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 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要坐牢 我为了要给这些政治人物 有一些方便 我要让这些政治人物 在整个监牢里面 我让你过得舒服 你在监牢里面 你有的特别我给你 你不行的话 特别是怎么样 你能去外衣间的 我就想办法让你去外衣间 你到了外衣间的以后 你根本就开始可以无法无天 所以刚刚讲的 在2020年的时候 有一个现在被争议的法案 也就是提案23982 整个法案是什么 外衣间条例 由邱志伟 许志杰 赵天龄 邱毅盈 都是什么样 都是高雄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然后呢 提案 当时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案子在审议的时候 其实引起了全国的话 当时时代力量 当时黄国昌 当时连国民党都觉得 奇迹为不可 你这样子放宽好吗 结果他们硬是 强渡官山 因为在立法院 他们拥有过半的这个习制 强渡官山之后 非常有趣的 一个民进党的大佬 他就刚好过了这个门槛 他就刚好进到了外衣间 那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政治力量可以介入 如果政治力量 可以大幅地放宽 外衣间的门槛 如果政治力量 可以不断地让 你不能进外衣间的人 进到外衣间 那你觉得 台湾的预政 还有可能管好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另外一边 大方首一张 财经专家 黄瘦 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 电视报的东西 大家好 第三位是 东西新闻的记者 吕嘉敏 大家好 第三位是 资争媒体人 姚慧珍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资争媒体人 华伟瀚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 资争媒体人 陈国远 好 大家好 今天曹瑞杰的哥哥 他直接在他说 他说大家知道 你们想知道 我讲什么 他就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是 我怎么会没有配偿 这我们也讨论了 第二个就是 我这跨区 怎么会没有资源 第三个 这个救护车救援的时间 第四个 这个是大家今天在问的 万亿间 你居然是在玩 有文字游戏 你把全国人民 当笨蛋吗 确实这个 对很多的原警察处来说 他们都知道 我的家人去当警察 真的很有可能 明天跟意外 哪个先来不知道吗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我今天遇到 竟然是一个越狱犯 而且你昨天 矫正的署长说什么 这是御驾未归 不是逃狱 这听在家属而里 他怎么有办法接受 我今天出去执行 遇到你这个越狱犯 你也没通报 没有通气 我根本没有 没有办法预防 听人讲的 如果今天曹瑞姐 或者今天的这个 图信的原警 他知道我面对的是 一个逃狱犯 他知道说 我今天如果看到人 或者看到照片 我知道我面对的是 一个凶事恶杖 我的态度跟防卫 是完全不同 我当然会更加的提防你 我不会说 我只有一个辣椒水 就冲到前去 跟你硬干嘛 对不对 当然没办法接受 尤其又被砍了38刀 当然没办法接受 那昨天 好 贾政署讲说 这不是逃狱 这个是御驾未归 那你不能说 你执政党讲 平常就讲说 出了事你就讲说 我们要来检讨外一间 这个太宽松了 但你平常私底下 不断的在放宽啊 一直放宽 而且今天 所以你照顿这样讲 外一间已经变成 我们的御证的一个 超级大漏洞了 今天 昨天因为这个舆论 大家已经在狂烧了 今天贾政署 下午有最新说明 你说什么知道吗 他说现在开始 你只要御驾未归 就是逃狱 那你废话吗 怎么不昨天 就这样讲就好了呢 再来看到 有人啊 网友就找到 2014年法务部的一个公告 上面写什么 放假探亲 你只要御驾不回街 就是脱逃 对 那你昨天不是这样讲的 你讲说 那个不是脱逃 那个叫做御驾未归 这个听在 不要讲家属 听在社会大众而言 都没有办法接受啊 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外一间在管理的时候 有多么松散 而且外一间朋友 这个事情 有多么的负责任 而且其实外一间 这个地方 是很多权贵 都一些 想办法要去外一间 我在如果一般的 这种大型监狱里头 我可能四个人 六个人 八个人 我几一间 我生活品质多差 那到了外一间 哇 想办法来这边 空气又很好 然后空间又很大 我行走也自由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都在外一间里头 看到这张表 包含 华联机场外一间 我也待过 但是我不是因为坐 我这也是因为 这个替代意 脚正意义的专训 就在这张外一间 我们在里头要干嘛 每天要踢正步 要跑步 就看旁边受刑人 悠悠在在晃在那边 坐在凉亭喝茶 赶赶牛 凉亭喝茶 赶赶牛重重菜 我都觉得在那边 我比较像是受刑人 现在有谁在那边 包含像是之前混游案的 韦英聪 另外包含吴乃人 那在明德外一间的部分 包含高志鹏 包含像是 这个法官 对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八德外一间 就是陈真男 那另外还有林郑中等等 现在都在外一间里头 而且他们都想尽办法 找这个巧门 我到监狱来 我想办法去申请 我就是要到外一间去 好 那刚刚讲到的 外一间我们最近讲的 你不看还以为是独家村 而且刚刚讲到的 在这个地方来讲 你的吃的也不错 整个环境也不错 当然很多人想办法进去 想办法进去 当然你今天为了人权的关系 我给一些 如果犯行比较轻 而且没有逃亡之余 对这个社会伤害没那么大的 我当然会给你一些的福利 可是刚刚讲到 他恐怖的是 这几年来 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之下 这个门槛越来越低 不然我在想 今天这个灵性嫌犯 你都已经是累犯了 你怎么可能 去读外一间去呢 其实外一间原本的规范 其实在2020年之前 在修法之前 他其实就有规定 排除了条款 你当然不能有脱逃的前科 那另外就是 你不能是累犯 但是修法之后变成怎么样 变成说你是累犯 没关系 你只要之前是轻罪 你只要是被判 六个月下有期突刑 而且已经执行完了 那你还是可以申请过去 那这个修法的是 提出来的是谁呢 就是刚刚保洁哥讲到 就是这个提案 23982号 都是高雄的这些立委来提出来 休自为许自杰 赵天林 休易盈 对 想办法要把这个条文 修得更宽松一些 那不就让很多人 很多政治人物 我可能过去没有前科 我不是累犯 或者是我过去 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 就算是赌博等等 被判六个月以下 一颗罚金等等的 我只要符合了 我就可以去外一间 那是不是把这个门 越打越开 让更多人有机会 到外一间去呢 对 刚刚讲的 其实这个提案 在之前已经提过了 这个提案当时 像黄国昌等人 已经用尽各种方法 我帮你给阻挠 我让帮你挡下来 可是没有想到 2020民进党获选之后 他在立法院 获得半数之后 他就强度观山了 真的是用着人数的优势来硬干 来看一下 其实当时民进党跟时代力量提出来的版本 时代力量提的是包含说 你这个要变得更严 因为你要把贪污 你只要贪污犯 你被贪污犯被关了 被判有清楚 你要清楚关了 你就不能够去外一间 变得更严了 所以不是什么人 你都可以享受外一间的福利 你也不可以享受这种优渥的待遇 你贪污犯总是不行吧 对 但是时代力量这个版本 不好意思 人数少没办法过 国民党的部分比较有趣 他另外还提到包含就是你是偷拍的 你散播这偷拍的照片 这种侵犯隐私的 你只要办这个案件的话 你同样也不能够去外一间 那民进党不是想说我现在 什么中介法就是在乎这些东西吗 对 所以现在国民党就提到说 你只要侵犯隐私的 你就不能够去外一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野党的国民党跟时代力量 这两个版本 其实都要把这个门 稍微关起来一点 你不可以说 每个去的都要去外一间 那我到底是去坐了 还要去度假 那当然现在 民进党的这个版本 就有人说会不会是 量身定做的一个 外一间的修法的方式 那大家会说 好 那民进党现在翻案了 而且刚刚讲 民进党是强度观赛 而且民进党完全不在乎 这个社会的一个反弹 他硬要过 他过了什么东西呢 他就是把 现在民进党的这个版本 他就是把 零选的办法当中 把一个东西加了淡输 就是你就算是累犯 没关系 但是你只要过去是 比较轻微的罪 六个月以下 而且你已经执行完毕了 拿掉累犯 你就可以去 你就算是累犯 你有钱可以 没关系 前面是清醉 你照样可以去外一间 所以就有民进党 修法刚通过之后 六月份 马上就有人申请 而且马上就过了 谁 就是他 这个是前高雄冬天 水利会的会长 李清福 这个人大有来头 大家来看这张照片 他在2017年 是因为贪污案 入监服刑 入监服刑 但你看到2020年 他当时被判10年 但2020年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李清福还跟陈菊 坐在一起 再开会啊 他在讲他应该是 应该要入监服刑的 这个囚犯 他竟然有办法在外面 爬爬罩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就已经 来到了外一间 外一间是可以请假外出的 所以你说 这个是不是 时间点的巧合 太小了 你2020年 我说我要把这个 所谓的 刚刚讲的 我要把这个累犯的东西 拿掉 我把一些限制拿掉 限制拿掉 本来李清福 是不能到外一间了 结果这个拿掉累后 李清福就刚好符合资格 符合资格 马上申请 马上申请 就马上进到外一间 进到外一间了以后 这张照片就出来了 你还可以跟人家开会 而且为什么 我要讲一下 为什么李清福原本 不符合规则 因为他过去 就是因为赌博案 因为赌博案被判了三个月 那如果说 我有这三个月的话 按照现行的规定 我之前有钱科 我累犯了 我不可以去外一间啊 所以我只要修法过后 你过去就算 有钱科 但是是六个月以下的话 就可以去 难怪 而且 为什么时代力量 不得要把你封杀 因为时代力量就知道 所以时代力量是用贪污来卡他 对 所以你看哦 六月份的时候 民进党修法通过 刚好同一个月 他就申请要去外一间了 而且 九月份 速度非常的快 三个月的时间 就到外一间去 十二月就可以请假外出 而且还能够 跟着这些民进党的 这些重要人士一起开会啊 因为2020年 刚选举完 还有很多东西 地方都需要布局 要不要来瞧 当然要瞧 而且 他现在被称为什么 在高雄的黑派掌门人了 对 没错 因为其实在之前要选中常委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黑派的代表是谁 领导是谁 是余政线啊 对不对 照讲要选应该是余政线串选啊 但是 今天这个李清福就讲说 不行我要选 所以就由陈局来把他扶植起来 干掉了余政线 所以他现在变成黑派的掌门人啊 好 那董事长 大家非常好巧 刚刚讲的这个表 民进党 我就是干冒天下之大不悔 当时 我还记得 当时这个黄国商不断的主导 你怎么可以外移间的条例越放越宽 而且根本就没有为某人量身 第一说今天查出来 我觉得有太多的巧合在里面 2017年如今 然后呢 2020年 这个法已经刚刚讲了 当时已经经过很多的折冲 2020年的时候 强度关山我非休不可 休过了以后 李清福就刚好就可以申请 刚好就符合资格了 你就进去了 这也太巧了吧 这没有什么巧的 就是帮李清福修法而已 这是事实啊 我当年 我当年到高雄去 我曾经主 我曾经主导过高雄的这个 高雄县的本州工业区 他当时的职务呢 是高雄县党部主委 那当时 民进党高雄县党部主委 对 那当时县党是谁 你能了解一下 他有个 杨秋夕 对 这才是核心问题吧 他是杨秋夕的叛将 你知道吗 才重要嘛 不然他怎么会重要呢 那么多人 为什么特别挺他干嘛 杨秋夕 但这些立委不是在挺 不是在挺这个李清福嘛 李清福拿来那么重要 对 但后面上面有人交代的嘛 对不对 这个人我不能讲他名字嘛 我已经写过 我已经写过切结书嘛 对 我的和解书写过 只要跟高雄某首长有关的话 他的名字我终身不能评论 我答应过这个事情 我现在也不能提他名字啦 但是他们这个派系本身 这个派系的首脑 只下达了命令嘛 就变成这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他重要 你要知道 不是他够力啦 够力我也够力 大家都够力 民进党本来就是在比拳头的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啦 你知道吧 他重要是他 他是叛将 他叛 他是他当时 他是杨秋新的核心干部 对 那在杨秋新那个对战的过程当中 他背叛杨秋新 这才是他最伟大的功劳 在这里嘛 所以才能把杨秋新踩在地底下 砍掉 拖出五门 问战 五门问战 杨秋新活生被干掉 从中间 李欣福有重大功劳 你知道吧 他是核心嘛 对 他地方上有力量 财力也可以 后来也当了某国营事业总市长嘛 他是混得很好后来 因为他重要的关键点 那个点上民进党那是新潮流 是民进党 新潮流 然后地方派系对决嘛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陈局市长不见得会赢 哪有我们赢的 没有我们赢的呢 因为一块 因为杨秋新在高雄也是经营非常久 他也是两任县长 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 高雄县跟高雄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都会化的一个城市 那个都会化城市 他有很多形象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媒体的效应 高雄县那个 到山上你知道吧 到六亿 没人携路你根本不知道路 还有很多部落 那个很复杂 他又当过乡长嘛 当过哪个乡长我忘记了啦 所以他是乡长出身 他又得很头出身的嘛 他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了 所以这个人很重要嘛 在当时杨秋新的时候 他当党部书委 好像还当过我记得还当过这个公车会的主任委员 所以他是很 他是地方上是够力的啦 你知道吗 可是 那个时候突然间背叛 开玩笑 一加一等一二耶 对 开玩笑 那一票变两票嘛 所以那个背叛 把杨秋新致命的一级啦 所以这个重要性是从那个历史开始 对 那他们这个 那局系的领袖们对这种事情 我跟他感恩图报 感恩戴德放在心里面 是 那一定要报答的 开玩笑 如果他对这种兄弟 对 我没跟你照顾 他就大家都 上边听过啊 大家都乱去了嘛 到现在在高雄市 还是局势在掌握市政啊 这个 陈其迈是好人一个嘛 是优秀的市长 但真正掌握实权的 还是新潮流系统在掌握实际上实权的 喂 这次杀警毒枪 我们看到立法院长有些个人 第一次讲 我主张废死 可是呢 这个一定要死 可是不对啊 你现在手上已经有38个人 38个人已经有人杀警察的 你知道杀警察的人 你现在都让他安然的在监狱里面 你这个38你根本不执行 我怎么会相信你会执法呢 好 这更妙事 今天法务部长讲一个我们才懂 我不是不执行 原来他们后面 都有通天人士在保护的 死习犯居然也有保命符 现审再审非常上诉 你可以选一个 有人帮你非常上诉 你就算已经死刑定验了 17年16年 保洁哥不会执行 如果你可以现审提出宪法再审 或者是你在提出再审 这三种状况之下呢 通通可以不用执行 所以说在台湾有个通天力量 对 在保护这些死刑犯 你就算是什么三审定验 你也拿他莫可奈何 死刑犯的保命符 我再讲一次保洁哥 现审再审非常上诉 你只要有一个你就保住了 17年16年 就是不会执行 我没有跟大家开玩笑 郑杰 保洁哥记得吗 对 郑杰2014年的时候 他去捷运无差别的伤害人 42 40 24伤 杀了4个人 结果呢 郑杰在2016年的4月22号之后 被判死刑 对 结果罗英雪在2016年的5月10号 就是判了死刑 定验了 已经定验了 观众朋友要讲清楚 已经定验了 有很多的人群 郑杰可叫话等等 不管 定验之后18天 罗英雪他执行 18天 就是已经定验之后 你知道吗 执行的时间 是在晚上的8点47分 人权团体气坏了 罗英雪你给我出来面对 因为我们9点要送 非常上诉书 人权团体要去升约 他们还要救郑杰 对 还要救郑杰 这股力量还要救郑杰 每一个都要救 保洁哥现在叫我强解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台湾的警察多可怜 每一次被杀 杀完以后 警察早就已经 今天攻击明天忘记 但是那些杀刑的死刑犯 通通都还在牢里面 没有执行 郑杰当时 我这样讲大家都懂吧 看我们关键室 都知道郑杰吧 警察被杀就算了 被杀警的人是要全力保护 都是保护 因为死刑 无法阻止下一次死刑发生 所以费死人他认为说 我们都不要执行死刑 通通要保护下来 当时罗云雪执行了郑杰 受到多大的压力 还抗议 罗云雪网路上面 非常多的土去骂罗云雪说 你这个杀人魔 你怎么可以执行郑杰 我们只差13分钟 就要送到这个 这些人要不要脸 你居然就为了保护一个杀人魔 去骂这个执行者是杀人魔 那杀人魔不就是坏蛋吗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让大家觉得非常吊诡 郑杰他是真的杀了人 可是却有人觉得说 他虽然杀了4个人 他虽然伤了24个人 他都不应该执行死刑 这是郑杰 可是宝杰哥我现在要讲了 这一次台南两个警察被杀 对不对 台湾常常警察被杀 而且杀警察的人 一个一个到现在 通通都还在监狱里面 我跟大家讲 这多久之前 32年前 这个人叫王幸福 他有一个人 他并不是直接开枪的人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清楚 一个一个来 王幸福逃16年 而且判死16年 已经经过32年了 1990年的事情 我发现了多久之前 32年前 嘉义有个卡拉OK 叫船长卡拉OK 两个警察 他们穿便衣 结果居然就被打死了 打死他们的枪手叫陈荣杰 他后来就已经死刑定验 他将决了 可是这个王幸福 他被怀疑是共犯 你知道他逃多久吗 他从1990年 他到2009年 逃了16年 逃了16年以后 他才被逮捕到案 而且到了2011年 被判死到现在 今天已经2022年了 没有执行 为什么 因为人权团体 不断在声援 觉得王幸福不应该 他是冤案 说他是冤案 他是冤案 好 那我跟大家观众讲 这个事情 逃了16年 而且他还判了16年 那他不是开枪的人 你说他是冤案 对不对 大家讲说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隐情 好 再查看看 第二个例子 这个是在桃园2000年的时候 关于有个杀警案 怎么回事 这个叫萧欣财 他带枪了 我准备要跟他输费 他要去仇杀 所以他带了枪 结果警察来领检 两个警察一起 因为领检你怎么有枪 他当场就把其中的警察杀掉了 所以他是 这还有什么好解释 这个总是最正确凿了吧 对啊 他就当场把范章群 当场就殉职了 又被他打死了 那这个人 后来也判了死刑 保洁哥 2005年 12月就三成定验了 今天已经2022年了 17年啊 他有没有死 没有 为什么 因为非常上诉 因为宪法解释 希望他免死 到今天为止 他还关在牢里面 杀警察 然后不断地用宪法解释 非常上诉 来保他的命 所以萧欣财 他到现在为止没有执行 这个王幸福 逃16年 关16年 现在已经70几岁了 他还没有执行 再看一个 汐止 这个人是老爸爸 他儿子死了几年了 2005年的汐止 袭警案 这个更扯 我要去仇杀桃园这个 被警察逮到了 那我这没办法 我说反击了 我当下不知道怎么办 这两个人 叫王伯中跟王伯英 他们干嘛 他拿西瓜刀 警察齐了啵啵 在那边巡逻的时候 从后面把警察砍死 然后把枪给夺走 把警察杀掉 那也没有执行 一样说 我们这个东西 虽然是这个 有可以叫化啦 等等 不要判死 到现在为止 也因为我刚刚讲的 这三个 能够保住他们的 非常上诉 这么明确的 杀紧的这些凶手 他直接拿西瓜 从后面把警察 砍死的人 到现在为止 没有执行死刑 通通都关在监狱里面 13年 16年 17年 没有一个执行 好 加密 现在很多废死的 他们最高原则说 因为你废死 是不可回复的 人判了死刑 执行枪毙以后 我如果知道 他是冤枉的 我连救济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问题是说 很多的死刑派 已经罪证确凿了 都已经是非常明确的 结果这些 等一下 废死团体 还是全力保护 就代表 刚刚讲 他哥讲 你不要当英雄 谁敢当英雄 我当英雄了以后 我命没了 我命没了 我连公道都没有 确实没错 而且其实很多 很多这种废死团体 他们讲说 这个他当时一定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没有 控制自己情绪 是不是就跟 这次杀钱那种 非常的类似 因为其实这个嫌犯 他落网之后 他一直讲 就是说 我在盛怒之下 我是因为他开枪 我是因为他喷辣椒水 所以我才会 迟到去砍他 你才看到过去还有几件 其实真的是 凶神恶煞的一个死刑案 其实你看这个案件 这一本叫做什么 死亡笔记本 黄富康那个时候 在贾介事要看房子 把所有房东的名字 电话通通抄下来 一个一个打 而且你打了 他带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房东给杀掉 诱骗到 他就是那个杀房东的人 没错 而且他为什么要犯这个案件 他竟然讲说 他看了这部漫画 叫做《冲梦》 里头有一句话 痛苦就像流水一样 我只要转给别人 我就不痛苦了 所以他竟然就这样 拿着这本死亡笔记本 一个一个打电话 一个去看 那个时候 我看到这一本 现场见识的那个照片 那个死状真的是很凶狠 这新闻是你跑的 我跑的 那个时候 房东是被诱骗到浴室里头 为什么到浴室里头 因为他要清洗比较方便 所以那个时候 他被逮的时候 自己手上也有受伤 在哪被逮 在星光医院 我杀了几个人之后 我自己手也被划伤嘛 所以到医院就医的时候 刚好被一个巡逻员警给拦到 在当场被逮的 这个案件 那个时候 随机杀人案件 也被判死刑 结果现在你都还没 第一个 你在那边留下的词文 你留下的这些证据 还有你的笔记本 可是这个 到现在也是那38个 没有执行死刑犯的 其中之一 对 没错 就是因为现在 还有再提非常上诉 所以你没法夥 你法务部根本没办法执行啊 所以现在有人在想说 你法务部是推给司法院 是你司法院要做事件 或者是相关审判的部分 你动作太慢 那当然现在法律政两边 当然还是有一些冲突嘛 所以导致什么 状况状况 就是这种穷凶恶极的死刑犯 竟然现在都还没办法执行 还有这个 我也觉得非常荒面 是18个法官 6度判死刑 你还是不能执行 对 这一件 其实非常的凶狠 我当时住在恩主公 一位后面的高楼 往下看 警方封锁现场 从乡行车上 拉出两具遗体 什么事情 原来他去找前妻的两个朋友 你为什么又怪我前妻 卢走之后 把他逆杀 载开的车 气势在这边 已经被判六次死刑 但是问题是现在 还是没有执行啊 各位 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以后 我们当然讲的 我们开始要检讨 然后我们的总统也讲 我们开始要检讨用枪时期 可是每次都讲用枪时期 那用枪时期都不能改善吗 还有就要讲 今天在第一线 特别是一般的警察务人员 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用枪 你吃不完兜着走的 现在警察全部都在讲 你用枪上法院 没用枪 等着被人家捅到上医院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虽然这次杀检案的时候 徐国勇站出来说 不用担心我跟你靠 有任何危险 开枪开就对了 开个春天啊 这枪一开下去以后 我讲一个例子 2013年万华分局的一个原警 张景义 他在西门町抓一个窃车犯 窃车犯已经冲到人行道了 他义父当官 问问莫迪 他说如果我不再把这个人拦下来 后面成千上百的群众 这个车冲过去 是不是死一票 会撞很多人 对 所以他拿着枪 棒棒开了两枪 好时不时有一枪 他对着轮胎开 但是打 跳弹 打到了里面那个窃车嫌犯 结果窃车嫌犯死了 你知道这两枪 让张景义面对了六年的梦魇啊 因为这个嫌犯被打死了以后呢 他家属开始告他 告他说他用枪死党 没有这个准则 结果呢 最主要是检察官居然认为说 对 你用枪的实际失当了 检察官 对 他讲说你用枪实际失当了 所以我一定要上诉 法院连续从一审 二审都判这个警察无罪 结果没有想到 检察官一直要上诉 认为他用枪实际失当 所以他足足等了六年 最高法院才驳回上诉以后 还他一个清白 所以我就不懂 你这样讲就解惑了 你就讲说我如果今天按照的用枪实际 我今天为了阻止犯罪 我今天真的开枪 照讲我不会有事啊 国家应该保护我啊 可是你说不是 你说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 家属当然不会放过你 家属不放过你 其实你如果说我们正常审判 你也不会有那大款 重点是检察官不放过你 你就完蛋了 对 他就一直上诉 他一直拳一直上诉 但是你说这个案子 有没有一定呢 没有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也有一个 当时候新北市有两个女子 开着车子 结果他的车子是张车 被警方拦减 拦下来以后呢 哇 警方也是一样在前面 注意看到他要挡住他 结果这画面的时候 他结果警察为了要挡住这台张车 没有办法 他趴在那个警察 那个张车的 这个引擎盖上面 这样整个被拖行出去 在整个晃动过程当中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在引擎盖上 对对对对 这样被抓走 被整个趴在引擎盖上带走了 对 当下他做什么动作 掏出配枪 你以为每个人都是汤姆克尔斯吗 可以在移动漂浮当中 都可以准确地打到目标吗 好 他就这样子 为了要去挡住这台车子 开了两枪 结果没有打到驾驶 打到旁边副驾座 然后呢 他被甩下来以后呢 这比你只能带着他 你看那时候撞击的程度有多严重 代表那个车真的是非常的经济 结果这台车把这个伤者 他的驾驶啊 带着伤者丢到医院丢包以后 人跑了 结果警察说 你这是因为冲撞林检少 我开枪是合情合理合法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被害者 就是这个死者的家属说 你却不开啦 你身材大啦 你应该是第一枪对空名枪啦 第二枪要去射轮胎啦 保洁哥 他趴在哪里 引擎盖上面耶 所以家属还在称指说 你第一枪应该对空名枪 第二先打 打轮胎 你第三枪才可以对着我女儿 你每个人都在演不可能的任务吗 你每个人都有这么准吗 所以说 用枪时机到底是什么 用枪到底适不适当 检察官的认定很重要 可是呢 警察因为只要一不小心开枪 我们刚才讲 没有错 司法还他公道 认为他没有事 可是关键来了 因为他把人打死了 最后民事还要判赔八十万 所以你说 徐郭勇讲说 没关系 你做会担了 由我来给你靠 合理吗 可能吗 所以 没有错 现在民情可以用 民分可以用 所以我们昨天有看到 在卢州的时候 是不是 一个警察到现场 一堆八加九在现场打架 共共共 好笑的 以前警察用枪是这个样子 他要不是因为徐郭勇说 你总会开我给你靠的话 你看他开前三枪 蹦蹦蹦的时候 这一群八加九 打一半边的时候 还不理他 后来以为还是放鞭炮 最后再补开两枪 他还想说 哎呦 警察在开枪了 才乖乖的趴在地上 所以警察以前在用枪的时候 所以你说以前这些八加九 全来不相信警察敢开枪 所以你今天开三枪的时候 还以为你在放炮啊 没在给你惊啊 对 所以重点来了 警察以前是多弱势 我们往外面往前看 2016年的时候难投 哎 我这个案子我还做到新闻过 那个 人直接这样贴在警察的脸上说 你有穿吗 你把他开啊 对警察这样呛响 为什么 警察不敢开嘛 开下去写不然的报告 万一被判有罪的时候 他整个警察生涯都没了 你说就是这个画面 对你看他就这样贴在警察的 这个秘入器前面说 你把我开 你有穿吗 你比较高 你比较高 那如果以前为什么不敢开 因为开下去报告写不完 可是现在 民情既然 这个民份既然可以用 我真的建议 以后要有专责的单位 来審理警察的用枪是否失道 不要自己害自己人 检警议题 你检察官要挺警察嘛 不然你每次警察 开完枪以后 检察官就说 用枪时机失道 我一律给你办下去 那请问你 还有谁敢执行公权力